其實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雙邊是在站得是很激烈的 在選前大家都感受到那個氛圍 但是選完了 大家就是要接受這個選舉的結果 不只是蔡英文 說大家應該要放下對立 擁抱家人 其實包括了韓國瑜 她剛剛的說話 知道台下的群眾有情緒 是絕對存在的 但站在台上的這一位主角 他必須要Hold住全場 他要告訴大家 大家冷靜 聽我說說話 呼籲大家下個星期 重新回到崗位繼續工作 但是這整場的演說 跟他最後的態度 文安怎麼看 你是要問蔡總統還是韓國瑜的 你覺得呢 你覺得哪一個你覺得對你讓你 Surprise 我覺得韓國瑜的 這個所謂辦選感言 講得非常的恰如其分 就兩個重點就是 恭喜蔡總統 就是台灣人民的決定 也打了電話 第二個就是 禮拜一回歸現在的工作 後續不管在高雄的這些 希望罷免韓國瑜的人怎麼做 現在此刻他就是有 高雄市長的身分 他就是做他該做的事情 我其實在選前 這個禮拜以來我常常在講 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年輕人選擇 投給韓國瑜就會變一國兩制 他們相信 我跟大家講 現在已經晚上的10點多了 我今年46歲 我是不相信的 我也無法接受這個邏輯 但是顯然年輕人相信 你不能去跟年輕人吵說 你們為什麼要接受 他們就是接受了 所以2018年的時候 因為討厭民進黨 因為大家生活過得不是很好 所以最後國民黨大勝 輸武縣市 加台北民進黨沒有贏 民進黨等於輸了16個縣市 但是到了2019年 一整年發生了 習近平的1月2號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雖然他不是一起講 可是就被塑造成 你看他要把台灣變國兩制了 亡國館開始賣 6月反送中一路炒到現在 一整年滿滿的亡國感 就是2019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你說2018的韓國瑜跟2019 因為他落跑 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討厭共產黨的這個事情 被在2018狠狠的印記上去 而手投足跟4歲以下的年輕人 甚至是中間選民都相信也買單了 我用一個數字跟大家講 非常的簡單 我剛剛還跟兵哥在說 我在聽蔡總統講話 跟他講話的時候 大家知道2018年 蔡英文跟民進黨 在現場大敗的時候拿到多少票 489萬 2018就13個月以前 當時國民黨的15個縣市 總共總票數是610萬 我們現在我們的龍選風掛框 大家看 蔡英文到了817 韓國瑜是552 2018贏成那樣對不對 你看要不是這次換朱立倫就好了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是真心話 摸得良心跟大家說 如果我這次參選的是郭台銘 或是朱立倫的話 我覺得票數不會比這個高 郭台銘會更慘 因為郭台銘 如果今天是郭台銘當總統的候選人 你以為是因為韓國瑜的人格 有什麼樣的缺陷 所以被攻擊被討厭嗎 任何站在民進黨對面的 那個候選人都要被討厭 你不討厭他 我就想辦法讓你討厭 記不記得2014年當柯文哲 他在台北市選市長的時候 對手是連勝文 怎麼樣講連勝文 他是神豬 他是怎麼樣 難聽話一樣講 我支持柯文哲 你到了4年以後 當已經有個姚文哲出來的時候 這柯文哲就是活摘器官的 葛特曼 你看他在一起 他的客 他的客摩 所以當你站在民進黨的正對面 不要講朱立倫 不要講郭台銘 朱立倫好了啦 你以前怎麼樣換柱什麼的 會攻擊朱立倫 你落跑市長上一次 他當了一屆的新北市長 在第二屆一樣是攻擊他 如果是郭台銘 你的那個富士康在大陸 還有什麼共產黨支部 不會沒有辦法攻擊的 但問題是你被人家攻擊 或是媒體大量的負面訊息 甚至是在選前 我們現在已經開完票了可以談了 民調 你現在看像以這樣比例的話 韓國瑜的民調是20%嗎 也不是 他這也沒有 雖然沒有那麼高 但也不是那麼低 所以重點就在於說 這些東西的攻擊 如果換都是別人 其實撐不下來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結論 韓國瑜在現在拿到了552萬 距離2018大家都在講 之前贏那麼多的610萬 其實也就差了60萬 所以韓國瑜他並沒有 離2018的勝利太遠 但是蔡總統 所以新的票源的部分 並沒有進來 對 所以蔡總統他贏得 太超乎我的想像了 我剛剛講 2018年民進黨只拿到489萬 現在已經開到817了 已經330萬票 激化而跑出來了 所以我就說 討厭韓國瑜 討厭共產黨 變成這一次的主數 2018年是討厭民進黨 現在變成是 討厭韓國瑜事情被挑高 而年輕的民眾都接受這件事情 凱盜的這個事情 凱盜這個是個兩面刃 凱盜的人這麼多 我覺得也相對的去把這些 已經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接受 韓國瑜當我總統的 年輕人都給催出來了 這個事情政治沒有後悔要 你不這麼做 或許韓國瑜也沒有那麼高的票 552 因為先前也有很多的 這些民眾覺得說 他到底會不會贏 我沒有要出來投票 凱盜的1月9號跟高雄1月10號 這兩場造勢大會 也鞏固了韓國瑜的支持者 我還是那句話 上一次的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是朱立倫 他拿到的票數是381萬 當然宋楚瑜主席是拿到157 可是你要看 這次宋楚瑜主席 現在目前拿到的是60萬票 但是韓國瑜還拿到552 我先前一直講 韓國瑜再差 這樣算起來是等於宋楚瑜的票源 流到了韓國瑜這邊嗎 應該說你剛剛加起來 已經超過上次的票 因為上次381加157 只不過是530而已 可是現在 韓國瑜一個人就已經超過530了 兩個加起來 所以你要說韓國瑜選得好 當然不會好 但你要說他選得很差 我用這個數字來告訴你 沒有很差 國民黨的支持者 說實在的這些會跟我一樣 拿中華民國國旗 帶中華民國徽章 會去唱中華民國送的這些的長輩們 他們非常支持韓國瑜 到此刻我還是覺得 他們對於韓國瑜的支持 非常令人感動 可是每一年大概有10萬人的長輩 再慢慢的逝去 2008馬英九是765萬 2012馬英九是689萬 支持國民黨 認同中華民國的人 正在消失當中 可是年輕人為什麼沒有增加 年輕人完全不認同中華民國 從剛剛蔡英文總統的 慎選晚會上面 從這一陣子 蔡英文總統的每一場的活動上面 沒有看到任何的中華民國的元素 也不喊中華民國怎麼樣 都沒有 可是年輕人就是很自然覺得 我們就是台灣 這也沒有對錯問題 對我來說 我熱愛中華民國 我也支持中華民國 我不會因為 大陸對我們的打壓不能進行 因為我過去 在馬英九當總統的時期 我們的20幾個友伴 我都全部去過 在海外看到國旗升起 唱國歌的時候 那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 我不是說他們不懂或怎麼樣 他們的生活經驗 他們所看的課本 他們學習的課綱 他們跟中華民國是沒有任何連結 他不會覺得中華民國怎樣 唱國歌誰要站起來 我們那個年代 聽到國歌聽到在升旗降旗 我相信兵哥也一樣 我們一定會站好的 不會動的 還沒有唱國歌之前 就算掃地都要停下來 大家好蠢 維安哥人是什麼年代 對 但我們是那個年代長大的 像這樣子的人 會理解韓谷宇願意投給他 可是這樣的人顯然越來越少 所以我才會選前跟大家講 如果這一次 韓國瑜有鋼鐵韓焚 有國民黨的軍公教 都回來願意支持 還選不贏 國民黨其實之後的總共大選 可是去年的時候的 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是有許多的年輕人 這一次的年輕人 為什麼的亮眉流進國民黨裡面 立剛 我剛剛已經講了 2018年並沒有討厭韓國瑜 跟討厭共產黨這兩件事情 可是2011整年 你說這兩件事情加起來 這兩件事情並沒有在2018年的 高雄市長選舉當中發生 那個時候並沒有所謂的 習近平跟反送中的問題 所以年輕人會被連結就是 我要討厭韓國瑜 剛剛也講了 所以韓國瑜進了中年半 就是死罪了 民進黨他的選舉都要攻防 洪師傅攻到中路 他確實很有效的 讓每一個年輕人相信 投給韓國瑜 就是等於投給共產黨 等於一國兩制 剛剛蔡總統的那個敢言 你剛剛說兩個人敢言 韓國瑜我講 蔡總統的敢言裡面 我覺得都很好 就是呼籲大家要冷靜怎麼樣 可是有一句說 我們成功守護了民主 這句話其實我是不認同的 今天如果是韓國瑜贏了 就不民主 如果今天是宋楚瑜贏了 這個過程就是民主 所以不是說 因為我蔡英文總統連任了 所以我們真的成功了 守護了民主 這一句其實我是不認同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時候 整個票數出來的結果 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蔡英文真的是大勝 而且勝到了817萬票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 他們手投足 或者不是手投足 有些人在今天的時候 因為這樣的選情到最後激化之後 他們跳出來投票 而整個使得整個選情的狀況 跟投票率的量來說的話 是明顯的整個往上衝上去的 其實賓哥 剛剛當韋翰哥還有提到說 他算了一下 其實跟去年 當國民黨贏了15縣市的時候 他認為韓國瑜這次選的 他其實有守住 他並不是真的表現得不好 但其實如果你認真講 他剛剛說610 如果你把韓國瑜這次的投票數 加上宋楚瑜這次的投票數的話 其實差不多就是610 那麼為什麼 什麼樣的原因 讓大家發現這個版圖上面 出現了這麼樣一個變化 再加上今天這個蔡總統 連任成功了 他的得獎感言 你怎麼講 我必須說 其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到一點 就是這次蔡英文總統 拿下史上最高的得票數 他的得票數超過馬英九尉 有765萬票 可是他的比例 其實比馬英九當年低一點點 他是57點多 馬英九當年達到58點多 可是大家去看 2016年的時候 整個泛藍加起來 朱立倫的381萬票 加上宋楚瑜的157萬票 其實也是500多萬票 你看這一次 韓國瑜加上宋楚瑜 612萬票 看起來好像比上次多了 可是他的占比是下降的 上一次蔡英文總統 在2016獲勝的時候 是拿到56點多 這一次他又成長了1% 變57點多 而且這一次的投票率超級高 可是成長1% 但是他其實多的票數 是多非常非常多 因為為什麼 就是因為第一個 選舉人數本來就增加 然後投票比例又高了 這次達到將近7成5 所以在整個全部人數 衝高的情況下 其實才把蔡英文的票 拱得這麼高 這代表一個什麼事情你知道 2016年的時候 我們認為藍軍 之所以朱立倫會敗這麼慘 是因為軍公教 這些人因為 換柱風波 換柱 因為這些東西 藍軍很多人不出來投票 這一次藍軍到底有沒有出來投票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藍軍已經出來投票 可是他的票就是這麼少 我覺得你必須要去承認這一點 也就是過去我們認為說 是因為藍軍隱藏起來 不投票才輸的 抱歉 這次不是 我們必須承認 現在泛藍真正的勢力在台灣 抱歉 你就是這麼少的人 你一直說他正在削減大衣 而且你在持續往下降 因為這一次民進黨操作的 最成功的就是剛剛韋翰講的 就是對共產黨的厭惡 因為對共產黨的厭惡 產生了這個芒果乾之後 把一個過去這三年多來 看不出來有什麼特別政績 而且還必按一大堆的一個總統 居然拱到史上新高 正常來講連任的時候 你的得票數上是會下降 因為你有實際執政之後 會往下掉 結果這次反而比上次高了這麼多 而且這三年執政 他並沒有特別的好 是 所以 許多都被人家詬病的 所以這完全是一種情緒反應 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作戰 而不是很單純的 執政好壞的問題 因為你看年輕人 他可以不用在乎楊惠吳的網軍案 可以不用在乎陳明文的300萬 可以不用在乎蔡英文 任內發生的 食言超買一大堆的弊案 因為他覺得亡國感最終 最重要 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藍軍現在 他沒有辦法破解的一個東西 你看這一年以來 從去年年初開始 習近平講話之後 這一整年藍軍遇到這個議題 幾乎完全提不出 任何方法來回擊 他永遠就是挨打 所以藍軍過去一直自豪 認為說兩岸議題 是他們的強項 錯 兩岸議題是你的罩門 你始終沒有辦法 去化解這個東西 當敵人往你這個罩門攻的時候 你就束手無策 你就只能講一個九二共識 沒有一個新的說法 沒有一個能夠感動 年輕人的說法 當你提不出 這樣的說法來的時候 抱歉 你往後的選戰 恐怕都不用打 因為每一次 去年為什麼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激化 一方面因為習近平沒有講話 另外一方面是縣市長成績 而且他說香港也沒有這個 是 香港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縣市長成績的東西 你要去跟他講亡國感很奇怪 因為縣市長要怎麼亡國 根本不可能亡國 但是總統就不一樣 所以國民黨如果沒有辦法 去化解他目前 所面臨到這個兩岸的問題的話 抱歉 我必須說 國民黨未來可能永遠不會再執政 因為你沒有辦法化解這個問題 你覺得國民黨會持續的衰弱掉 一定會 為什麼 因為當你對這個問題 你束手無策 人家只要每一次到選 每隔四年一次 我就拿這個問題答案就好 就是說投給國民黨 就等於是支持中國共產黨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回籍 你是不是就無法分析 對 除非國民黨只能祈求一件事情 結果是蔡英文連任 做得實在爛到天路人院 只能等待這個 就只能等待你的對手更大 你只能期待別人爛掉 你自己根本沒有翻轉的機會 所以國民黨如果真的 只能這樣的話 那你就完蛋 你這個黨大概早晚都要泡沫化掉 國民黨過去每一次敗選的時候 都說要檢討 每一次都說要檢討 請問一下 過去你從2016到2018的時候 你檢討了什麼 其實2016到2018的勝利 完全是因為民進黨實在太爛 所以讓你起來 然後結果你們好不容易 取得一個勝利之後 忙著內動 忙著分化 把自己的實力全部消化光了 當然你拱手把這個勝利送給別人 再加上韓國瑜 韓粉的凝聚率確實很強 他把很多場面都帶動起來 你越是帶動得越高 反而越造成了蔡英文陣營的危機意識 所以這些年輕人 昨天不斷的湧上高鐵去投票 就造成了今天這樣的一個結局 國民黨長期以來 國民黨荒廢了20年以上 在青年上面完全沒有下任何功夫 你完全沒有去做一些 讓年輕人了解你的政黨的取向 了解你的意識形態的東西 完全沒做 就是放在那邊 好像等了年輕人自己有一天領悟 等到他自己變大叔領悟嗎 這樣子的國民黨我必須說 他恐怕未來會面臨一連串的失敗 所以我必須說 誰贏其實對台灣來講 這都是一個民主的進程 可是當如果有一個政黨 他永遠能夠拿出這個省主牌 就永遠只是他執政的話 這個對台灣的民主是一個悲哀 因為就變永遠一黨之大 好 國民黨看來現在這個時候 這百年老黨 可是面臨到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一次的敗選 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休息一下來告訴大家